我有一任女朋友是 她一直嫌棄我的腳臭 然後我的腳真的會臭 她 她腳臭這事情 後來傳開來的對不對 對 節目上很常給別人聞 對 因為我也是很懶惰的人 所以每次回家的時候 都不會馬上洗腳 所以她有一天受不了 就跟我說 妳可不可以回家先洗個腳 不然我會受不了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願意洗腳 但是 洗腳之前 妳一定要先 吻我的腳 好 選擇 好 還要過來 夠臭的話 這什麼不願意洗 對啊 她也是選擇 一直吻到我的腳位 跟吻一次 就變香香的 那就不如選個 吻一次 你忍住 對 玉瑩哥 我相信你 你說日本人真的很變態 不是 他們的變態 更精進了 不是變態 是 很好玩 因為我的腳臭嘛 然後給別人 給別人吻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 每個人的反應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很好笑 很好玩 我的生活娛樂 今天豐田答應我們說 可以開放給大家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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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問一下 測試一下 看是不是 如同坊間走流傳那樣 我還要回家做小孩 來 來 鳳姐 來 偷下你的鞋子 來 不要 真的假的啦 金 好可怕喔 可以這樣喔 因為很多人都這樣在流傳 感覺都很臭 這 好可怕 我看看 不會 好像還好耶 其實還好耶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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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瘦掉了 好髒喔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我 不要講話喔 太好了 太好了 不是 是很好玩的互動啦 很好玩 好玩 男女朋友之間是很可愛的互動 對 所以到底臭不臭啦 其實是沒有 就一點點腳味 但是沒有臭 對 她來之前有洗過了 不過我有洗過 還有誰有臉 我看看嗎 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還她清白也好 幹嘛 今天是香的 有一點腳味而已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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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這個互動 變成我的工作的動力 比如說 沒有 只要工作越辛苦 越累的時候 我的腳會 就變成她的反應也越大 會覺得 今天好累喔 就 期待回家給他吻 生活樂趣 那是變態 我也可以吻啊 除了跟另一半之外 跟哪種人談條件 也是很痛苦 我身為三寶爸 對 我真的發現除了跟老婆 談條件辛苦之外 跟小孩談條件更辛苦 真的 因為小朋友現在真的是鬼靈驚怪 那因為我是一個 從小就沒有給他們3C的習慣的爸爸 他唯一跟我交換的條件說 那爸爸我要看電視 對 因為他很喜歡看那個 旺旺隊立大功 小朋友界的五月天啊 就是要看 真的 這樣只要看旺旺隊 來得 阿琪 就會整個很興奮 我剛剛怎麼有點像玉琳哥 來得 阿琪 對 這一類的 所以我就說 那你要做家事 我就跟你交換時間 看30分鐘 他就會 不小心的就 一直看電視 越看越近 因為我的餐廳櫃 跟電視櫃那邊 有一個小遊戲店 他堆了滿滿的玩具之後 他就會看很近 這是第二個啦 四歲 那老大的有時候也會湊過去 對 可是就久而久之 就發現 他們怎麼看完 就會開始 開始揉眼睛 就是 太久 用眼過對不對 對 就會開始不舒服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找一些保健食品 可是小朋友就很聰明啊 他說 爸爸那個是吃藥吧 對啊 不太吃吧 對 不太吃 對 然後因為我們 就做節目 有認識一些小兒科醫師 他們說 Terry 我跟你講這個 他說他們家小孩這個 他一定吃 他說他們家小孩 不只是一定吃 而且還每天吃 我說最好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說 那你拿來給我嘗試看看 結果他真的就每天吃了 對喔 我今天就把他帶來現場 對 好 來喔 不如爸爸先考現場 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們 一個小小的實驗 好 現在呢 你們都有一個考試的版本喔 上面呢 待會兒先不要翻開 十秒鐘要從這張圖裡面 找出五個腳掌 而且是有腳指的喔 有腳指的 老師 大哥 要十秒 倒數音樂十秒計時 開始 有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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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5 有5個 3 2 1 Time Time 結束 比方向 比方向 你又找到 五個爪子的舉手 一 五個 有喔 我五個 智希姐姐有 Julie姐姐有 OK 好 四個爪子的 我們因為根本不知道在幹嘛 四個 三個爪子的 豐田幾個 我的零個 五個 但是我花了更多時間 慢慢換 對 那玉琳哥呢 沒有 我就零個啊 真的 好嚴重 因為我看了觀眾 我知道 為什麼 不一樣啊 看這有爪子啊 就是有爪子耶 可是長圖 應該是腦的問題 快給我吃 你帶來的秘密武器 像我小朋友十秒鐘 他們只找得出兩個 怎麼可能 真的 小朋友只找出兩個 因為常常接觸那個 比較顏色複雜的東西 久而久之 視覺會疲乏嘛 好 現在重點來了 我要推薦呢 這個是由 金盞花所萃取的 亮晶晶果凍喔 哇 它是果凍喔 全新升級 而且它增量的 夜黃素是高達200% 花千素高達800% 哇 而且它是 游離型的夜黃素 比較容易好吸收 對 因為以前那個 夜黃素是脂溶性的 對 你還得配合吃飯啊 油脂才能吸收 對 游離型的呢 你就不用再管吃不吃飯啊 他自己就能夠身體吸收 是 而且重點是 我真的要謝謝 旺旺隊幫我立大功 你看到他的桶裝這個 好可愛 對啊 好像乖乖桶 你小朋友多愛 小朋友借了五月天嘛 然後我就說這一桶回去喔 你如果呢 可以這個每天吃的話呢 你就可以跟旺旺隊一樣喔 跟萊德跟阿琪一樣 可以打擊二四粒 爸爸媽媽提的這一桶 我說小朋友 我幫你買了這個 對 我要 是 因為果凍是這樣子的 如果說非不是保健型的果凍 它就是含糖嘛 防腐劑嘛 對 但是我們家的沒有喔 食安的問題 所以它不含防腐劑 然後不含色素 人工香精通通都沒有 其實它口味是葡萄口味的 葡萄口味 葡萄口味 葡萄切一條 你知道因為我之前 我給我女兒他們吃那種 就是一顆一顆的那一種 他們是會含到嘴巴 然後到廁所去偷吐掉 會 然後他們超級愛吃這個 它好吃到我女兒都跟我說 可不可以再給我一條 可不可以再給我一條 對 這很好吃 葡萄口味真好 真的 就很像果凍那種 然後拿來獎勵小朋友可以 對 因為也不能吃太多嘛 對 你要放在高處 小朋友做對事情的時候 給他一條 玉琳哥你講的是對的 我後來就是說 你們做完家事 收集點數 看完電視 然後送你一條果凍 對 每天下來養成習慣的話 他們整個狀況 不僅是亮晶晶 對 還有這個 這個比較容易干涉的 這個問題 通通都沒用 是 非常厲害 而且這個真的很建議 每天可以食用 因為你們隨隨便便就一條 像我就給我兒子當點心 就是放他書包 小小一條 然後說我爸爸 我好想要再吃那個QQ 對 所以他每天都會吃 剛剛吃起來的時候 也不是那種過甜的那種 糖果的感覺 就是好吃的 一點點甜味 對 也是小朋友都會很喜歡 因為我剛剛說過 他除了葉黃素跟花青素之外 對 他的配比還有一個很厲害的配方 叫做 然後呢 我們還有跟這個 玉米黃素是二 十比二粒 十比二粒 黃金比例 它還有含量 玻尿酸95% 還玻尿酸喔 DHA 所以如果你可以每天補充的話 我老實說啦 像我們現在是一家六口啦 小寶寶不算的話 這一桶裝其實不是只有小孩補充 其實我們大人也需要 我媽更需要 真的嗎 對 老人家也需要 而且它太方便了 小小的一條 對 補充在包包裡面 可是像我們大人 像我自己很愛追劇 那這樣子 這個給小朋友吃的 我們大人其實也有用 這個你放心 劉璇真的常追劇 我相信 我們出外景 有時候在那個外條車 所以他不是只是常打人而已 對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出外景 你知道嗎 他追劇追到 有時候遊覽車很暗 對 我都會跟他講說不要一直看 會晃 對 因為你一直看久而久之就是 一直滑 一直滑 滑久了之後就真的不太舒服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大人可以吃 為什麼 因為他有 然後還有 對 然後重點是我剛剛講過 它非常高量的花青素 對 在夜間的話 有時候為什麼這個呢 你們大家會找不太到 就對於亮岸的這個 這個適應會不太一樣 對 尤其是晚上起來 如果你有長期在飽養的話 你會敏銳度更好 所以 夜間的敏銳度會更好 對 但是 我還是就是勸大家 追劇還是要算時間 對 所以我就說這個真的是 大人小孩都適用 而且我跟你們講啊 除了這個亮晶晶國洞之外 他們還有推出這個 還有高鈣洞 同時幫你 而且重點喔 它還有這個 幫你調整體質 這個呢 有一條 全部搞定 老實講啦 過了四字頭 有時候開始在 瑞稿跟踏字爆的時候 我也開始會 對啊 遠遠 一行看成兩行 對 所以就是推薦給大家了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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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最後劉璇來 剛剛大家都在說 跟另一半交換條件 其實我覺得 跟父母交換條件 也滿難的 真的 很小的時候 我就上台北打球了嘛 可是以前球隊有集中管理 所以我的整個作息 是被管理得很嚴格 後來升大學的時候啊 我媽雖然住台中 我爸爸住在上海 可是你知道 當時候我媽媽 為了要嚴格控管 我回家的時間 她就設定就是 晚上十點的門禁 那你們一定會想說 反正她住台中 我住台北 她怎麼找到我 我跟你說 我媽那時候在家 裝了一個監視器 她幫我設定 十點前要回家嘛 九點五十八分的時候 那個監視器就是 亮著燈的 她就在看 妹妹在家了嗎 妹妹回家了嗎 好可怕喔 然後如果 我可能十點零五分喔 已經到家附近的捷運站 在奔跑了 那時候絕對 十點零一就開始接到電話 妳在哪裡 怎麼還沒回家 十點的門禁耶 我那時候是真的有點崩潰 然後我就很想要就是 跟爸媽爭取一下 就是我可不可以 把門禁時間延後 晚上出去我不穿短褲啊 我會穿比較高領啊 就是包緊一點看 比較不危險 我自己打扮得很像那個 中東遊王 紫豆圓菊 想說就是想盡辦法 我只要求把門禁往後延 我沒有說不要門禁喔 往後延 可是你知道真的都沒辦法 媽媽就說 這是爸爸說的 爸爸說的 因為我爸住上海 他常常就是台北上海這樣 來回跑 因為我爸本身是 煙癮比較大的 那我媽只要一直在旁邊 看到他抽煙 就會一直碎唸他 然後每次呢 我爸一回到台灣呢 他就會就是問我要不去接機 那我一接機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爸爸身上 沒什麼台幣啊 也沒零錢啊 一接機那種煙癮很大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抽煙 因為飛機會把打火機收走 結果他一下來就開始 打火機收走了 只有煙怎麼辦 他就開始 很焦躁 對 有一次呢 我就接他的時候 我就拿著打火機跟他說 爸爸我有準備喔 我就拿那個打火機 拿他手要拿 你要不給他 他要跳你 你又 你爸比我高好 我就拿著打火機 就是不給他這樣 他就說你快點 我說在我把打火機交給你之前 你要先答應我一件事 他說什麼事 我說你今天要這個打火機 而且包括你以後回來台灣 我都會幫你準備好打火機 而且你抽煙的事情就是 我也不會跟媽媽多嘴 你讓他把我的門禁時間 延到晚上12點 然後我爸當下就是在急了 你知道嗎 我說什麼 他說好好好 你先把打火機給我 你先把打火機給我 都好 再抖了 後來他抽完這個煙的時候 我跟他說你要記得喔 不然下次我不會幫你準備的喔 我爸就 後來他就好好地跟我媽講 我媽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說 那個我跟爸爸討論 你的那個門禁以後 延到12點 哇塞 很聰明 很聰明 那長輩真的是 很棒 長輩真的是有夠難談條件的 你知道嗎 我爸也是很固執 然後他是一個很節省的人 省到什麼地步呢 他就是要隨手關燈 有時候我在上廁所 他看到我在上廁所 他就是硬要把燈關起來 有一次我打開馬桶 嚇 要沒有沖 要集結好幾條是不是 不行 可是他就集結十次 才要沖一次耶 你知道那個味道是多驚人嗎 應該是比豐田的腳還要沖 很可怕 那真的很厲害耶 然後後來我是真的氣到說 好 那不然水電費我付 長輩固執 對 真的是固執 好 來最後那個豐田的好消息 要告訴大家啦 是的 這個新節目 7月6號日期 每週六 晚上8點 東山超市 山山頻道 女孩豪爺 這個節目是 算是一個旅遊實境節目 然後很強的主持陣容 非常好玩 有漂亮的風景 有很好吃的美食 還有很漂亮的女生 這樣子吃 很亮燈 多多支持 完全是一個青春旅行 然後也是女孩們的綜藝 野汛營 絕對非常的精彩可奇 大家支持起來啦 7月6號 謝謝 謝謝 鼓勵 賺 要派 午後 適合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